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是在发和息的音高上 那么发的音高呢 介于还原发与生发之间偏向于生发 而息呢 则是介于还原息与降息之间更偏向于降息 也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发和息这两个音的音准 是在这两个音中间的一个游离的音 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降息 或者是一个绝对的还原息 同样也不是绝对的还原发 也不是绝对的生发 它是在这个之间来进行游离的 那么这个是陕西音乐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就是陕西音乐的颤音 那么在发和息上都伴有颤音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我们通过颤音来调节发和息的音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颤音这个技法的演奏上 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一起来进行注意的 颤音在弹奏要领上 首先它第一下会使用一个胳膊带动 往下压的力量 那么在第一下往下压的时候呢 手是一个紧张的 但立刻放松 靠我们手这种痉挛的运动 来达到这样的一个颤音的效果 那我们带上音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发上的这个颤音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大家会发现 通过我刚才的这个弹奏 第一下的时候使用了一个劲儿 之后呢 就会是一个比较匀速的 这样的一个上下快速的这样的一种波动 我没有出现 这种一节一节的 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均匀的 而且上下摆动的幅度呢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统一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C 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个C语运动没有的时候 这个手还能在持续的缠 那么所以 这里面就特别强调了 我们第一下用力了以后 那么手的一个放松 只有手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 它才可以保持着 精卵的这样的一个颤动 那么这个呢 是陕西音乐的 这个音乐特点之一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 发后面与咪的弦接 吸后面与拉的弦接 那么在陕西的这个音乐里面 经常是呢 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行进 那么一般呢 发后面都会接着咪 那么在这个音形的处理的时候 我们发刚才强调过 是要通过唱音 那么弦接咪的时候呢 就着这个发的唱音 直接做一个下滑 好 我把它连贯起来 我们听一下效果 那么在弹奏 这个发和咪弦接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发的这个颤音 一直到要弹咪的时候 才直接转化为撒滑 不可以 就停这儿了 有这样的一个空白点 尽量呢 我们不要有这样一个空白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那么第二个要注意的呢 就是发和咪的这个音高 发唱完了以后 直接在发的基础上 做下滑回来 而不能出现什么情况呢 发唱完了以后 又往高了走了一下 那么如果是这样 往高了走一下再回来 那么它的味道就不对了 这是发上需要注意的 那么在咪上 咪接拉的时候 同样也是这些问题 需要大家注意 那么在咪接拉的时候呢 我们咪上颤音 直接在咪的音高上 做下滑回来 那么一样也不能弹成 也不能有这样一个 往高了再拐一下 我们再撒完回来 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那么这些呢 就是陕西地方音乐中的一些 独具特色的 这样的一些韻味的东西 那我们回到秦桑曲这首乐曲 那么在秦桑曲的这首乐曲里面 从影子开始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这样的一个影子 在移上来的时候呢 它首先使用了一个瓜奏 而这个瓜奏的弹奏 使用的并非是我们常规的 左手的抹或者是右手抹的 这样的一个上限 而使用的是右手反P的一个技巧 直接带到Ride这样的一个摇指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稍微慢一点 大家会发现是运用了这个P的力量 然后再往身体的这一侧进行一个带动 同时呢 在这个瓜奏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食指与P 形成了一个这种凤眼的这样的一种形状 那么在P的时候呢 食指要适当的给一些力量 不能是完全松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不然的话我们的P的这下瓜奏会没有力度 那么接下来直接带动Ride的这个音上 开始进行摇指 那么这个技巧的难点 就在于P的是否匀速 以及我们在这个反P瓜奏和这个摇指之间的衔接 是否是无缝的这样的一个衔接 之所以选择使用反P的技巧 来弹奏这个瓜奏 就是希望瓜奏与摇指之间的连接 是一种顺畅的 没有缝隙的这样的一种连接的方式 所以在大家下来练习的时候 要注意我们力量的一个合理的分配使用 那么在到高音区准备弹Ride的时候 这个力量的一个带动 好 这是影子部分的第一个难点 那么在影子呢 我们继续往后看 会是一个由几个和声来构成的 这样的一个和弦音 那么在这个影子里面 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积乐的 比较哀丸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形象 所以在前面影子的弹奏的时候 特别是在第一行前四下在弹奏的时候 更多的是一种比较强的 这种气氛上的一种渲染 所以在弹奏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大挫的一个力度 但是在弹奏这几个大挫的时候 要注意我们手的触弦的深度不可过深 不可以一下子因为我要强到了力度 强调了它的整个的这个手弹奏的扎实 那么我们触弦过深 反倒是不是很好弹这个音乐 那么后面到第二小节 这个刀那又是一个我们通过反批 来弹奏的这个刀 那我们从第一小节往后顺一下 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刀和后面这个ride的鞋节一样 好 前面都是一个比较强的比较激动的 这样的一个音乐段落 那么到这个地方突然间进入到了一个 相对比较细腻的这样的一种音乐形象 所以这个地方弹奏的难点 就在于整个这个反批 息的这样的一个线节 那么这里面息呢 是一个脱弱的这样的一种音乐形象 同时在息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一个持续的产品 那么这也是这一小节里面 一个比较大的技术难点 好 那么大家通过我刚才的弹奏会发现 我在第一个 这个C结束了以后 我的左手并没有停止掺音 一直还在掺着 直到这个C结束了 开始进 这个瓜奏的时候 才结束了我在左手的这个掺音 所以这个地方建议大家在弹奏的时候 也尽可能地保持住 这个C上掺音的一个连贯性 好 那我们继续往后看 到第七小节 第七小节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发上面有一个这个演奏的符号 像一个小燕子一样 那么这个符号呢 代表的也是摇指 那么我们在弹奏摇指的时候 以后看到有这个符号的 也是要把它弹成摇指的 那么整个第七第八小节 它的难点在于整个这四个音上的一个平稳的摇指的这样的一个连贯性 在发上的一个颤音 有一个往咪上回的小滑音 然后呢摇指的带动 尽可能地不要有这个缝隙 不要弹成这样 不要给它弹断 我们尽可能地把这个音要给它弹的连贯 所以这个地方摇指在过弦的时候 要再次强压 要保持着同频的同力度的来进行过弦 不要因为我要换弦了 从心理上先开始紧张 然后从而导致了我们在过弦的时候 力度和密度上进行改变 如果一旦密度和力度进行改变的话 那很难以把它弹联关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胳膊的一个前后的因素 那么在这节课中 我们一起学习了陕西音乐的这样的一些演奏的特点 以及琴桑曲的影子的短路 虽然琴桑曲的影子只有短短的八个小节 但是这八个小节的弹奏其实并不简单 请大家下来以后 进行逐句的一一的练习 那好 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下一节再见 大家好 我是黄宝琪 很高兴与您 相约在心爱琴丛林学古针课程 与您共同学习古针的弹奏技巧 与名曲佳作 更多的精彩课程 请点击右下方令乐 期待着与您共同领略古针的艺术魅力 接着与您共同领略古针的弹奏技巧